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 在這個 這個檔案 完成這個檔案 你們可以開起來大概看一下 了解一下它的邏輯 也就是說第一個呢 我們前面做過就是說呢 這邊有一個題目 那它的 這應該是 題號的部分 然後答案 這個是答案 題號答案 然後這是題目加選項 它沒有把它分開來 那也就是說這邊總共應該 Ctrl向下 總共會有幾題呢 2083題 也就是實際上它是一個題庫系統 那這個題庫系統 是放在Data 這邊有頁面 Data這邊 那假設說我今天有兩千多題的題庫 那我要動態初題 我只要八十題就好 實際上這個兩千多題 就是現在那個 勞爾會辦的那個 以及軟體應用的考試題庫 兩千多 如果你有考過這個 以及軟體應用的話 應該會知道 現在很多那個高值 它要升科大的話呢 很多都會要這一張 這個以及證照 好像最近才考 最近才考 好像上禮拜才考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我要做一個 模擬系統出來的話 那這邊題庫該怎麼來做 這邊 這個是結果 結果 這邊有個 這個工作頁面 叫Test 那Test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我按一下出題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從什麼呢 Data裡面讓Data去跑一下 那跑的方式當然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可以用那個聚齊 或者VBA的方式 可以讓它乱數怎麼樣呢 去跑一個乱數 這個乱數呢 跑完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大小對不對 這個大小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貼過來 或者是蓋過去也可以啦 前面是蓋過去 那這邊是 從D欄貼到E欄 然後呢